I got broken soul in one eye 現在才六點不到 我們要去跳島 你有沒有覺得 書屋的行程有點太硬 現在不到六點 我們每天睡不到五個小時 我很困呐 這邊是吃早餐的地方 一大早 焢吧 炸雞 小魚乾 麵包吧 哇還有甜甜圈 各式各樣的起司 前面這個白頭 我好像是我們的道友 我跟那個葵哥 葵什麼啦 葵哥帶妹喔 妹在哪 我們嗎 哎呀 帶妹喔 如果是我就這樣 我就很敢說 這是我們要搭的螃蟹船 我們今天自己包船 沒有跟別人一起 首先我先帶一份海菜 我怕船上餓 氣死 娘娘 小的就是那個幫名 準備了獨享的船隻 其二個人呢 就是十人一艘 咱們呢就是四人一艘 小棚子這樣小嘛 學長跟他家人一起坐船 那你講的嗎 不是我講的嗎 我們現在第一家是看海豚 平常看到的機率是70% 他說再兩分鐘就有了嗎 真糟 我不行 哈嘍 哈嘍 刀飛 我想說為什麼有那麼多船 距離在這裡 因為他們是突然跳出來 好多耶 剛剛目測有50隻吧 現在是船都去追那群海豚 好笑 那我怎麼游那麼快 媽媽要逃離你們啊 那麼多船 他會怕了 所以車在你旁邊你會怕 固定等一下孩子 會從那邊跳起來 哈嘍 我沒想到那麼多 我以為可能五六隻 這樣一整群大概有50隻以上喔 今天早上下雨還看得到海龜 它一直開 關了 好酷 我們跟他們租了這個浮潛鞋 他原本是說150一雙 我們殺到100塊 重點是旅行車昨天應該說有包 但是後來沒有 這雙才60塊台幣不到 我覺得安全起見還是租一下 然後我家會有細菌啊 換好裝備了 看海龜只想要先坐這個小船出去 先用小船滑去有海龜的地方 我要下去喔 海龜 好可愛喔 一下來坐海龜 你們一定要租鞋喔 不然很危險 穿良鞋沒辦法 我妹齁 被船撞到 然後又被魚咬 又要不會瑕疵他 撞到這個 我已經撞三次了 自己把它弄壞了啊 你真的程式不足 我是無敵破壞王 我真的是一個trouble maker 你脫掉船身一拍照真的沒有比較好 我是勸你不要 但如果你要我也不會阻止你 美景啊 海大西 這個島上的海星都是藍色 其實它島上有其他顏色 這個是我們的中餐 這叫什麼島 巴黎海撒島 Paris 你不是說Paris 巴黎海撒島他會幫你準備中餐 很豐盛耶 四個人有六菜一飯 開車 我們離開第一個島了 我們要Fashion了 他在教我們釣魚 真的嗎 你得到一個嗎 真的耶 他釣到了 他的藍色好美 離一點近一點 清它 掉大 你間龐海撒 哪裡 啊 不是 你好厲害喔 超大隻的耶 我會怕 你會知道他在吃 因為這個水很清澈 有感 蠻好釣的耶 我去蘭卡位我還沒還有那麼好釣 好吃 好 我說那個是好吃的魚 你看我弟子又做什麼 加我一尺 又大姐 你看 不是我 妳就妳怎麼說我 妳就說是弟子怎麼有要緊 知..知.. 認錯沒有事情嗎 知錯能改 你看 山莫大煙對不對 有嗎? 又是不一樣顏色的 第二隻第二隻 掉手 有垃圾哈 然後 她是Troublemaker 我妹這神經病她又要跳下去了 超多魚的 她抓海星上來給我們 你看 這是我釣到的這輩子第一隻魚 這裡超好釣欸 我去這麼多海島國家沒有這麼好釣過 我每次都只釣到珊瑚雕 這邊的導遊也都很熱情 完全沒有職業倦帶 我弟他們抓到派大星 哎呦 咻咻 看這個派大星超可愛 有夠肥 她跟我臉一樣大 這個就是她的嘴巴 她會打開 這個 這個全部都打開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她關起來了 派大星掰掰 神奇海螺 導遊說這個要拿來BBQ 我覺得這邊跳島很不錯 因為她人沒有那麼多 而且這邊的導遊都很敬業 反而他們好像玩得比我們開心 很值得 我們到處女島了 天啊 這根本就是天空之境 要的樹屋就是這樣 超美的 去什麼玻璃維亞 不用 樹屋就有 天空這樣反光下來 好美 我覺得我是仙女 但是這應該是假的處女島 因為它有分一個真的一個假的 真的有教堂 這裡沒有 不用了 謝謝 他們這裡很多人賣珍珠跟海丹 海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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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耶 這樣子陽光照下去 然後它就是整個這樣反光 它這邊應該是人造的一棵樹 水的深度就在你的腳踝而已 天空之境 這邊超像的 你們知道海星怎麼翻身嗎? 它現在做瑜伽這樣子 可以可以可以 還可以 很可以很美 真的很美 天空之境說掰掰 登上處女島了 真的處女島那邊會有一個教堂 如果你跟路邊的菲律賓人買行程的話 你要跟他確認是不是會到真的處女島 我們得到15了 你完蛋了 全部都會衝過去 你自己接著 我不敢喔 我媽媽 小白 有啦有啦 你手握著打開 GO 天啊 OK 高情線 我覺得很可怕 他喜歡你 而且你養的喔 我看見人家地了 好像是帥 真的處女島其實沒有什麼好玩的 應該有很多故事 但是我們沒有查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處女島掰掰 如果你們喜歡吃海膽的人 要在天空之境 夾處女島那邊吃 我朋友說他殺到200匹索15顆 跳島結束 剛管我 來啦 在回程的船上談一下今天跳島的感想 第一次看到海龜 天長島 超美 我覺得你現在背景也超美 可是我呢 你還好 今天是我去過所有海島國家 最有趣的 我沒有看過海龜 我也沒有釣到魚過 而且他那個釣魚 兩條線而已 像釣蝦場一樣研究 都不用 好你話太多了 處女島回到本島大概是半個小時 我們回到本島了 再派一次我們訂的旅行社 叫做柯柯旅行 我覺得不錯 我們回到飯店了 這是我昨天說要拍給你們看的白天景象 走出來就有一個躺椅 跟一個小桌子 但是這裡是禁煙喔 從這個躺椅直接往外走 就可以走到游泳池了 超大的游泳池 超棒 而且他的水是溫的 完全不冷 一個晚上不到三千 可以啦 重點是服務 因為他們的人 樹脂很高 Something special 他剛送來的 It's free Yeah 他說special 秀一下我的比基尼好不好 不然都沒秀到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看螢火床 是我們昨天在海邊訂的 你看我弟弟 他跳島完整個臉晒傷成這樣 不可以擦房子 我們對海洋好 我們終於到了看螢火床的地方 從飯店開過來居然要快一個小時 船來了 船來了 好 今天在南南旅行 反而來到一個可怕的河流 我覺得不只可以來看螢火床 你也很久沒有看到滿天星星了吧 好多好多星星 欸錄影也錄得到欸 我錄到了你們有看到嗎 近看真的會幾隻疙瘩 多到我錄得到欸 不可思議 就像聖誕樹一樣欸 多到好扯喔 天啊拍得到我好感動喔 只有密集恐懼症的人要謹慎而行 因為真的很多 多得很誇張 我們現在在這棵樹下面 而且你近看它其實就是在飛來飛去 它不是停在樹上的 幾萬隻的在飛來飛去 這行程太酷了啊 這完全跟台灣的螢火床不一樣啊 這邊的螢火床是每天都有 光天空上的星星你就值得了 有來樹一定要來看螢火蟲 介紹一下我們的新朋友 當然怎麼稱呼 這是我們剛剛在螢火蟲這邊認識的新朋友 超會拍照 他在Sony上班 拍得照不得了 我們有偷他幾張照片 等一下會傳到粉絲團 也還沒經過他同意 但是我會傳 我還沒講他悲慘的故事 為什麼又只有一個人呢 因為他女朋友的護照過期了 有想女朋友吧 男朋友 那拍我自己的護照 男人或女朋友會看到 有沒有跟其他女生這樣吃幹嘛 女朋友沒有啦 欸女朋友我們沒有幹嘛 我們真的沒有 下次去香港找你 難怪跑路士 我們很會喝喔 第一次叫你兩天空 祝你順順利利 掰掰 掰掰 BYE!